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近年来沙漠治理一直都是困扰着全世界的一大难题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 更是想尽了办法来治理沙漠 不过话说回来 人们在想到沙漠的时候 是很难将其与日本这样的小国联系在一起的 毕竟日本的国土面积在这里摆着 也正是因此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像日本这样的弹丸之地 是肯定不会存在沙漠的 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日本虽小 其实在日本也是有沙漠的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日本的鸟曲县 有一处名为鸟曲沙丘的地方 这里便是整个日本唯一的一处沙漠了 说起鸟曲县 相信很多摄爱名侦探柯南的小伙伴 一定都不会陌生 因为这个小县城便是柯南作者 青山刚昌的出生地了 也正是因此 每年都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柯南迷 来到鸟曲县 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才能诞生出这样的漫画 来到鸟曲县 最不容错过的 就是鸟曲沙丘了 毕竟这是沙漠在日本的独苗 这片沙漠长约16公里 宽度则只有2公里左右 虽然面积比起我国的沙漠来说 小了一点 但这对日本来说 能有沙漠 就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虽然鸟曲沙丘的面积小得可怜 但是它的历史 却远比许多世界著名的沙漠还要悠久 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 在古代的时候 鸟曲沙丘给当地居民造成的伤害 一点都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沙漠危害 不过由于日本人在很早以前 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并及时进行植树造林等工作 来治理沙漠 如今这片沙漠的危害 已经不复存在 发生了人们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若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没有兴趣 到鸟曲沙丘看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记得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